国内热闻崇祯因和王国危机来时所有人都在等他崇祯为什么王国当危机来临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等着他的指示崇祯作为王国之君是一个悲情人物 尤其是他在上眉山的时候还能回望京城大火说一句苦无民耳 更是让后人唏嘘不已 加上清朝初期许多倒行逆施的政策 各地的反清复明活动也一直持续不断 但大多数都要和崇祯扯上一点关系 崇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勤政 可以说在清初的一段时间 崇祯的声誉反而越来越高了 在明朝的皇帝里除了太祖和孝宗之外 可以说就没有比崇祯更勤政的皇帝了 而且因为孝宗时期对革臣还是比较尊重的 也比较以众大臣的辅佐 但崇祯不同 崇祯时期虽然在制度上也还是沿用了之前的内阁制 但是因为他很勤政 而且对革臣动辄俯跃相加 所以内阁实际上形同虚设 官僚制发展到明朝已经非常成熟了 在这个意义上 崇祯时期的制度也是最接近朱元璋时期的 甚至在有些时期几乎处在无人驾驶的状态 但他也还是能够自己正常运行 并且应对一些危机 最典型的就是武宗时期 武宗天性活泼好动 比较爱玩 不怎么理朝政 甚至内阁大臣也见不了几次面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官僚体系还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转 平定了当时波及整个中原复兴地带的叛乱 官僚制差不多就是在两种极端状态之间来回摇摆 一种极端状态就是武宗时期甚至万历这种情况下 皇帝几乎不管 但是官僚体系仍然能够正常运转完成自己应该承担的任务 也就是说可以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正常运转 另一种状态则是被驯服之后的状态 也就是完全按照上级的命令形式 无论什么情况 哪怕是天塌下来 他也一定要按照规定的程序来运转 完全不理会现实的危机 朱元璋十七 通过胡维雍案就差不多让官僚体系成了第二种状态 但是因为他杀法果断 精力充沛 所以他实际上兼任了宰相的功能 每天从天不亮流开始批阅文件 到夜里很晚才睡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加上他手下还有大量参加了创业过程的开国功臣 所以能力还是足够的 运转起来也没有问题 崇祯面临的就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了 他下发给各级官僚的任务 也都能够完成 明朝的官僚体系经过万历末期和天启时期的混乱 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正是需要恢复和培育元气 并且逐步消除党征 让整个官僚体系重新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 但是崇祯登台之后却没有这个耐心 因为边疆危机始终无法解决 而内部又很快出现了叛乱 所以崇祯始终处在比较焦虑的状态 没有耐心来缓解危机 总是急于求成 最后一事无成 也正是因为他在心理上的过分焦虑 让他在对待大臣的态度上处在两个极端之间 很容易一见钟情 但是如果出现一点失误 又会完全失去信任 甚而直接诛杀 所以崇祯一朝革晨变换非常频繁 被杀的被杀 被贬的被贬 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只能顺着他说的人 或者干脆不说话的人 以不犯错误为自己故宠保禄的主要手段 也没有人敢于认识了 而且在这种非常时期 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下 一个独当方面的大臣 在战争中不敢出错误 只能赢不能输 就算是赢得再多 只要输一次就要被杀 最后能干事的大臣 差不多就被他杀完了 留下的都是不说话 不做事 皇帝说什么他就怎么做的那种听话的人 所以 他最后还说诸臣物贞 其实是执迷不悟 始终没有理解 是他耽误了大臣 也耽误了明朝的江山 如果在承平时期 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是不太容易暴露出来的 但是这种所有人都尽若寒蝉 唯恐出错的状态 一旦遭遇突发危机 应对能力的短板就会特别明显 因为其他人都怕承担责任 所以并不独立判断 也不自己决策 而是逐级上报 等待上级指示 上级没有指示 他就坚决不动 因为这样做对他是最安全的 而这种逐级请示报告 就会导致决策效率很低 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反应非常慢 什么事情都慢一拍 而这种过度的权力集中导致的 另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就是 其他人都对整个体制失去了忠诚和认同 而只是把自己当成皇帝的打工仔 反正江山是你的 好了是你的 坏了也是你的 那么新王就和我没有关系了 一旦被危机摧毁 也是你的失败 整个官僚体系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也不会觉得对自己是多大的损失 大不了敌人来了投降就是了 这其实也是每个王朝末期官僚体系的普遍状态 对朝廷没有什么认同 对皇帝也无所谓忠诚不忠诚 只是当成一份普通的工作而已 只做上级交代的任务 上级没有指示 哪怕是在大的立国立民的好事 他也不会去做 因为在这种氛围下 如果谁这样做 反而显得别有用心 容易成为众矢之地 最后被其他人逆向淘汰 这也就是说 王朝中期由盛转衰的时候 大臣的心态都是坐等出事 而在王朝末期 官僚的普遍心态都是天下兴亡 光我屁事 特别声明 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 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 仅代表该作者观点 网易仅提供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